很快就像那个雨后春春一样 希望我讲的这些不会对碧桂 没没没什么影响 马来西云影响完了 我知道那个新山吧 新山那个 天天在那边 新加坡旁 新加坡还要过一个国境线 新加坡旁 没有去过的人会觉得确实很近 好像抬脚就倒印 中国人的概念 我们出手 就是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 就像我们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 那个距离大家明白吗 中国人不觉得远的 中国人不觉得远的 因为我们一趟 中国一跑 跑几个城市 跑几个省 一开车开五六个小时 这都很正常的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 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 那很近 对不对 好像一抬脚就到了 那个新山就是在新加坡旁 确实没错 可是你要知道 那个过法 可不是一抬脚就过开车 还要过国境线 还要过安检 可能这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你们之间互相过 可能会比较方便吧 用没有检查的很麻烦的 也要 也是要 那就是 那每天上班 也是那个 反正看情况 挺开心的 买了你就不要觉得亏 好了 不能再说 和他影响 闭门岩的这个股价 还不是的 反正也遇到一些问题 有什么 咱们去吃饺吧 哈哈 早早安早 来 加星 大家早 大家早 今天是第四天了 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个晚饭了 你们先那晚饭了 今天晚上不打算睡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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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点啊 不认识 不是没有啊 我看你们在了解我 先把我这个弄 没没没 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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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不认识 不讲这个 这人家的事情 咱们也不了解 我们还是讲讲 我们的这个旅游行程 吧 这个开封 包公寺 其实我们今天去的是 包公的祠堂 包公的祠堂 这个祠堂呢 可以讲呢 它并不是说 是包大人上班的地方 不是开封府 那么宋代的开封府在哪呢 我们包公寺旁边呢 有一个湖 叫包公湖 包公湖 你看大家这个 刚才讲的很开心 你们有在那边买房子吗 碧桂园 没有 好 好 对 好 那么包公寺旁边的条湖 叫包公湖 包公湖 这个包公湖呢 湖水很深 大概有四五米深 那么宋代的开封府 就是在这个湖面的下面 五到八米的距离 有人说怎么开封就是 昨天咱们去那个太清宫啊 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一个碑啊 有一个石头碑啊 是在那个地底下 半地底下放的 当时讲解言说 我们这个地方是黄泛区 黄河泛滥啊 泥沙会把那个碑都给淤积了 后来挖出来了 有印象吗 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有个碑它很矮 在地底下放着了 那黄泛区被淤 我们玉东这个地方呢 由于地势比较平坦 你看这么平坦的土地 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亿万年黄河的泥沙 在这堆积枕电 冲刷 形成了这么广大的一个平原 广大的一个平原 所以说你知道 我们河南啊 就是这个玉东地区 很容易泛滥 黄河泛滥 所以开封是城上城 城落城结构 就是一个城挨着一个城 压着一个城 一个城压着一个城 那么在这个压这个城的 这个情况下 宋代的开封府 就被黄河的泥沙 淤滥在地下 我们开封的脚下 有五座城池 叫开封城 城落城 这个呢是商组 商组词 就是纪念商人啊 品仙 这是一个词堂 咱们昨天说了 做生意的人都叫什么人啊 商人 他们从事的行业 就叫商业 他们卖的物品 就叫商品 商品 中国人啊 虽然说这个 商人的 古代商人虽然地位低啊 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话 叫无浓不稳 无功不强 无伤不富 无伤不富 这个大家知道 是什么标志吗 哪个 这个这个 这个马 一个马踏着一个圆球 这个马呢 叫马踏飞燕 它是在我们甘肃天水出土的一个 汉代的青铜马 踏着一只飞燕 神马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国家旅游局把它作为 这个国家旅游的这样一个标志 凡是旅游城市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志 下面是地球啊 代表着旅游啊 马踏飞燕是我们中国旅游界的这样一个标志 这个马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 躺着的 躺着的 它不是躺的 对不对 站立起来 跑着的 下面那个球 下面那个是方形的 还是圆形的 圆形的 对对 我在讲废话 所以呢 这个马呢 是立起来的 那个球好像也在滚动 那个球像不像那个鸡蛋呢 所以这叫立马 滚 你们说的 就是很有意思啊 这个球 老百姓啊 智慧在民间啊 你看我们国家旅游局在把它作为是国家旅游局的一个这个旅游标志啊 但是老百姓有的时候会说 你看这不是让你立马什么 这说明这个城市不欢迎我们了啊 不是 开玩笑啊 开玩笑啊 这个不要影响我们这个形象啊 这个是国家旅游局 只要是旅游城市的都会在这树立一个标志 昨天我们讲了 我们商丘呢 是商城 商人的一个发源地啊 如果你有做生意的 做买卖的 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商人的一个发源地 我们可以想想 古代的祖先啊 可以讲是必入兰履 那个时候做生意 可不像现在做生意 很方便的 哎 这边客户一打电话 一订订单 你这边一组织发货 你就不用管了 有仓储 有物流 有经销商 有批发商 有零售商 有店铺 对不对 那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三千多年前 我们的商部落的人 做生意完全都要靠自己 完全都要靠自己 商品交易 首先要满足一点 就是有商品 天天小周在讲废话啊 在讲废话啊 商品交易 第一点很重要 要有商品 就是你有东西去卖给人家 你没有东西 你怎么去跟人家交换呢 比如说 远古的时候 我们去打猎 去采摘物品 这些东西还不够你这个部落的人吃 还不够你部落的人吃 那你怎么拿出去交换呢 这说明商品交易 一定是要建立在物资丰富之上 那我昨天跟大家讲了 商朝人 商部落的人 他们什么 驯化了什么动物 两样 一个是马 一个是牛 牛是可以耕田的 牛一耕田以后呢 这个人怎么样呢 就是解放了人的劳动力 我们这个人呢 就可以更好的 收成更多的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机械化一样 你看美国的那个农场主 对不对 一个人开着铺垃圾 哗哗哗哗哗哗哗 那么多的地 对不对 飞机的这个播种啊 飞机的这个撒药啊 他很方便 一个人就机械化 可以做很多东西 做很多东西 那所以说呢 这个驯化了牛 可以耕田 物资大丰富 有了马 可以长途运输 所以说商朝人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员 就是顾姿 可以运输到 走几的这个 没有 商业买卖都是物物交换 比如说我是放羊的 我家里面有四头羊 我今天你来给我交换什么 想吃粮食 想吃米 想吃面 你来跟我交换 那么我今天是种 我是鱼的 我家里有三条鱼 我给你交换 但是呢 刚开始都是物物交换 到后来呢 就慢慢变成了什么呀 通过一般的等价物 这个等价物一般都是贵重稀有的东西 比如说像贝壳 像金属 有人说贝壳也能当那个钱呢 当然了 你看我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很多的这个字啊 都跟贝壳有关系 你比如贵 贵重的贵 贵下面就是个贝嘛 在义的在义 跟钱有关系 对对对 跟钱有关系的啊 贝 你比如贵贱的贱 对以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地啊 海贝是可以作为钱等价物的 所以你看你知道 你要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 你很开心的 对不对 以后那个贝壳 不要随便丢把它都捡 也收集起来 来我们这买东西 三千多年前 三千多年前 三千多年前啊 三千多年前 现在不行了 现在物资大豐富 后来呢就慢慢变成了铜 变成了金银 一直到现在随着国家信用的建立 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们开始用纸钞 纸币 纸币最早出现的是在中国的宋代 宋朝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四川地区就出现了一种叫 胶子的东西 用纸张啊 来作为这个钞票 那因为什么呢 货物量太大 四川这个地方呢 不产铜 都产铁 所以他们都用铁钱 铜钱贵铁钱建 比如买一些东西的话 这个铜钱 这个铁钱价格太重 不好运输 所以说政府呢 就发明了这个胶子 用来这个作为 那么后来国家信用 我们就用纸币 那么社会现在更发展了 我们现在连钱都见不到 手机一扫 对不对 对电子的啊 那个什么eBay啊 支付宝啊 微信啊 对不对啊 所以辛辛苦苦干了好几天 到最后都没有那个查钱的乐趣啊 数钱数到手抽筋啊 这个睡觉睡到自然醒 人生两大 现在你挣钱再多 真的 以前都说 哇这个人好有钱啊 那个钱对他来讲 都只是一个数字 对不对 你比如像李嘉诚啊 对不对啊 像这个什么呢 这个郭台铭啊 你说他们 这个钱对他们有什么概念 就是个数字嘛 两千万跟两亿 对不对 这是个数字 可是现在对我们来讲 我们来讲的话 钱对我们也真的 也只是个数字而已 对对对 因为见不到钱 全部都是数字啊 停在手机里面 不过我们这个数字 那个零很小啊 零很小啊 当然小数点之后 那个零可以无限多啊 小数点之前的零就特别少啊 对 这个有的时候零也很多 但是这个前面 没有别的数字啊 对也就是对 就是我们经常说嘛 人 比如说财富啊 地位啊啊 这个各种这个物资的啊 包括这个名望啊 这些都是一二三四各种数字啊 都是零 都是零零零零零啊 只有身体健康是一 就零再多 没有这个一怎么样 一切都是零啊 有了这个健康 所有的零都可以把它兜起来啊 那我们怎么健康呢 一个是增加锻炼 这个是身体健康 另外一个就是多出去走一走 心情又疏悦啊 又愉悦啊 那么走的时候呢 你最好跟着我走啊 对 我把你带着开开心心的啊 养得白白胖胖的啊 回去你称一下 你这几天体重肯定有增加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公司啊 包括我们这个 这个你们来的时候的这个旅行社啊 我们这个卓先生 他们公司啊 一定把你们安排的 这个非常好 这边直播你也要红 对他们公司啊 对安排的特别好 餐食都很好 所以说呢 回去以后称一下啊 旅游有个小秘诀 这个团跟的好不好 出去称一下 如果体重啊 稍微略有上升 说明这个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体重没有上升 平平的 说明一般般了啊 如果体重还有下降 下次不要再跟他走了啊 所以每天我的重任就是 第一啊 就是让你们开心 开开心心的 第二就是把你们的肚子 啊 田宝啊 搞大 田宝啊 每个人上车以后都是顶着肚子啊 啊 这个就让我很开心啊 那么我们看真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在这个地方你找不到山的 啊 找不到山 望很远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离大海 大概有四五百公里 四五百公里啊 非常的远啊 非常的远 这一片呢 你看都是小麦田啊 小麦田啊 清清的小麦啊 绿油油的小麦啊 啊 那么这个让我们能感受到啊 这个一片欣欣向荣 这个小麦成熟以后啊 现在小麦基本上种植都是也是靠机械化啊 人工很少 都是在收割完玉米以后 直接就播种 啊 直接就播种 两边种的这些树呢 就是杨树 我们说的白杨树 啊 白杨树啊 白杨树 这种白杨树呢 长得非常的快 非常的直 啊 长得高高直直的 有什么作用啊 挡风 挡沙 啊 挡风挡沙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平原啊 风如果刮过来 没有山挡的 啊 可以刮很远 刮得很大横峰一下子 哎 高速两边种的这个树直直的 它可以把这个风挡到 哎 这样减少 这个我们在高速上行车的 这个摇摆的感觉 啊 摇摆的感觉 那刚才讲我们开封 大概是五六座城池 在地下御埋 那么等一下我们去开封府 就会见到这个 啊 去这个包公寺啊 就会见到这个湖 叫包公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爱打麻将的 大牌的啊 在那个包公湖面前 一定要照照相 因为当地人都叫他包女湖 啊 叫包女湖啊 包公湖 公嘛 公就是指的人嘛 人的意思 什么什么公 什么 周公啊 啊 这个什么 郭公啊 方公啊 包公湖 就是包女湖 啊 又是打麻将的 把它挂在 但是千万有一点啊 不要把这个照片挂到厨房里面啊 不然你炒菜 包汤 煮粥 都怎么样 都包女湖啊 包女湖啊 把它挂在你的麻将室里面 以后打麻将之前 先摸摸他啊 先摸摸他 拜一拜啊 当然了 如果你们四个人打麻将的人都在包公湖拍过照 比如我们这个团的 那个就看包大人保佑谁了啊 这个就不一定了啊 看完包公湖以后呢 中午我们就在开封用餐 吃完饭以后 我们就要驱车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啊 两个小时差不多了 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之间 我们到黄河 我们今天去畅游黄河 感受一下 你看这几天 很多人说我还没有见过黄河 想说这个黄河到底 为什么叫黄河 为什么叫黄河啊 真的是泥沙特别的多 多到什么程度 多到我们这块土地 都是黄河的泥沙一万年的时间堆积出来 有一个小的数据啊 说每一年黄河 注入渤海入海口的泥沙海量 如果做成宽一米高一米的泥堤 可以绕地球赤道27周 就是那个泥沙量啊 宽一米高一米绕地球 地月之间一个来回 地球月亮之间一个来回 所以泥沙海量 你想我们这块大陆 都是黄河的泥沙淤积出来 所以它泥沙海量是非常的高的 咱们这个国家有的 这个国家要临海嘛 土地不够 你说现在香港 不是提出什么这个填海造路 对不对 包括这个像荷兰 荷兰这个就是滴地嘛 它就是有风车 为什么荷兰的风车那么多呀 就是以前它要以那个水啊 把那个水排出去 它地势比较低化 它为海造路 中国都不用为海造路 我们的土地是一直增加的 因为黄河出来以后 因为黄河出来以后到泊海湾 营口到山东营口 这那个海入海口 那个土地它会变成贪图的 黄河它有这个造路的功能 所以再往前推 可能就推到这个亿万年这个泊海 可能泊海湾就会不见 中国有几大海 一个是渤海 东海 黄海 南海 南海 就很多海 很多海 这个 那么在这边呢 这个东海 特别是渤海 渤海是个小海湾 那么可能黄河它是入海口 可能过亿万年 或者几千万年 多少年以后 这个渤海湾 可能就会被淤平 然后再过亿万年 可能就会跑到这个 陆地就会直接接壤到朝鲜半岛 再过亿万年 过了日本海 就到 把日本就给连上了 你知道吧 所以中国根本就不用发愁 什么去 为什么人说 中国从来不侵略国外 从来不 这个做这个军事侵略 对土地没有兴趣 为什么 确实没兴趣 我们的黄河自己会造土地 直接就把土地都造好了 当然这是一个玩笑 亿万年以后人都不在了 国家可能都不存在 现在你看我们经常讲 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 几千 几千年来 大概四五千年以前 没有国家 没有国家这个概念 国家也不过 也就几千年的这个历史 在几千年那个历史中 在世界的长河中 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包括人类的这几百万年的历史 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 那可能再过几千年 或者再过几万年 也都没有国家 地球就变个村子了 共同抵御外星生物 我是不是要相信有外星生物的 因为我发现 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 有很多就是接近于 就是就无法用我们 现代人类的这个观点去解释 很多都感觉像这个 外星生物的那个 古贸样貌 包括那个方式 比如说像我们的墓里面就有那个奔驰 方向盘一样的东西 奔驰那个标志的方向盘 像那个 宾室的那个方向盘 还有反正很多的东西 像这种 古代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些东西 包括齿轮 齿轮做的就跟现在的那个机器上 齿轮非常的相似 所以说这个包括三星堆 我们去看那个三星堆 四川那个三星堆 它那个人的那个形象 你看我们这个下潮的 有一个酒杯 那个酒杯从一个面看 特别像那个一个外星人 头发尖尖的 嘴巴长长的 两个眼睛鼻子 那种感觉特别的这个像 当然了 这可能是人的一种异想 人的异想 不一定是完全是真实的 真的有外星生物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 是比较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地球村 地球村 地球就好像一个村子一样 村子里面的人 当然都是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 好 那我们这个今天就要去黄河 去感受一下黄河 在黄河上 还要乘坐气垫船 从黄河的下游 要游览到黄河的中游 最后会在黄河的沙心小岛上 来停留 大家可以踩一踩黄河泥 当然不要离岸太近 因为黄河的岸 沙子它很黏 它就是很松散 一用力就塌了 不要离岸太近 不然真的是跳进黄河 洗不清了 洗不清 还可以看看 楚河汉界 大家有知道中国象棋吗 中国象棋 中国象棋 就是居马象士炮 什么将帅 这些族啊 兵啊 中间有一个横杠 那个横杠叫楚河汉界 这个楚河汉界在哪 就在我们今天要去的黄河 当然到的时候 我会快到之前 我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楚河汉界的来历 就为什么叫楚河 为什么叫汉界 这个跟古代的 它这个古战场 有很多的这个故事 那么这个下面的时间 稍微休息 暂停一下 我们统计一下 统计一下 干点私活 干点私活 哼 等一下再给你地址 不告诉我是 对对对对 但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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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